美式卖场好事多 从智利进口冷冻莓果 被验出有A肝病毒 而后续又发现 从美国进口的冷冻蓝莓 也有相同的问题 后续要如何处理 好事多表示 有购买的会员约有四万两千名 退款、医疗等相关补偿 仍在眼泥当中 打开手边已经吃了一半的好事多冷冻蓝莓 会员陈先生说 这包莓果是四月购入 还没有收到业者通知 是否为被验出有问题的同批商品 尽管先前每天使用并无异状 不过他认为业者和卫生单位 对于追踪后续要更积极 应该在源头的时候 只要有疑虑就应该告诉消费者说 暂时先不要吃 我们可以等你去检验出来合不合格 那不是等到 每次都等到说 你已经检验出有问题了 你才要通知消费者 网路上不少购买者也分享出到 好事多的退货经验 退货专区一度涌现排队人潮 台北市政府法治局 上午请好事多业者到市府说明 也要求业者 应提供更多元管道与通知主动退款 例如直接返还到会员的信用卡 若使用商品后身体不适且有医嘱 业者应该吸收医劳费用 就算没有身体不适也要适度补偿 产生的相关的医疗的费用 那有这些单据的话 那好事多应该要对这些要全权负责来赔偿 那这一点的部分好事多在上午现场 他是有一个正面的回应 消息会表示若申诉民众超过二十位 会主动提供团体诉讼的服务 民众可以保留购买或是退货凭证 以备不时之需 目前受到申诉案件还未达标 也呼吁业者先妥善处理退货事宜 并提供消费者适当补偿 记者权林坚泰报道